字幕提供 歡迎收看今集的心理二次元下 首先要恭喜文森成為了博士 但他之前也有提及過 他以前也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做博士 他後來運用了一些技巧 自己腦裏面有一個圖片 果然十年後就夢想成真 有人問 其實這個NLP跟催眠有否有關係 你本身是一個催眠師 你已經懂催眠技巧 為何又要搞NLP 讀者的問題都頗深 頗好學 其實催眠跟NLP是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經常都說這個項目 催眠就好像 蒼蠅一樣 你要逐個逐個馬打 NLP是一個促成 如果你學完促成再學蒼蠅 你學不會的 反過來 因為你會很追求那個投尾馬 而你再學催眠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催眠很慢 所以 在我的心路歷程裏面 我本身讀社工 又讀心理學 即是臨床心理學 再去到 博士的心路歷程 我覺得 我學了催眠才對我來說 是會好很多 因為當我有一個 可以做到一個很長的深度 我們用催眠用深度 或者用潛意識 但NLP其實沒有什麼 潛意識這些字 反而是很著重 我怎樣可以 和你做一個 認知重組 即是你的腦海 你有什麼膠戰 那我就馬上和你 快速去 快播回帶 所以分別就是一快一慢 但其實都是 一些語言框架 我們之前那幾集 我們有提到 NLP其實是 由幾個東西組成 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催眠 不過它是拿了催眠的語言框架 但就不是拿了催眠的深度模式 所以分別就是這裏 阿谷木子你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 其實NLP 在催眠的 其實NLP應該是在催眠的範疇裏 但是 它的範疇 其實可以很簡單 很快捷地將催眠的神髓 表現出來 其實如果我們這樣說 很多人經常說 孔子是瑜伽的 發言人 孟子是瑜伽的 表表者 將瑜伽發揚光打 其實就是類似這樣 如果我們說 這個催眠就好像孔子 NLP就好像孟子 如果你說為什麼很有效地 斬釘字鐵運輸出來 就好像豬子 如果大家對瑜伽 孔子、孟子和朱子有什麼分別 我想我們的讀者 不太知道 孔子其實就是瑜伽的發言者 他表現出來 但他實在是很廣很大 孟子就將 仁義這件事 表現出來 他將裏面 拿了執子之後 將這件事再表現出來 然後朱子 就將四書 再拿執子 全部都是一些 很快速的應用方法 即是吃水果和飲果汁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 全套東西 然後再蒸毒 再蒸毒 再蒸毒 是的 如果你說 說一些有趣的東西 其實就是說 例如我們 以前的人 我們打仗的時候 很多兵法 很深奧 王極 驚世很厲害 然後李靖就說 這個實在太深了 不行 他就弄了梅花 十六樁出來 即是將它再簡化 簡化再簡化 能夠別人應用出來 其實NLP就是 將你可以很有效 很快速去應用 這個 這個催眠的技巧 其實這個就是最好 即是你一來 我就可以跟你說 NLP的那件事 如果說 Once upon a time 我就告訴你 催眠是怎樣怎樣 你可能已經催眠了 你已經睡了 但是很多人說 NLP是催眠的 不用學生 就這樣 就這樣 我已經認識了 聽得最多是這些 不會去到 學校級級 研究 PhD級級 有研究 你又怎樣看 NLP是不是 我不用學的 我催眠的東西 即是我馬上就認識 其實每個人都有 NLP的技術 以我的技術 所以有些人會這樣說 他說我都認識了 又或者你講的東西 我都認識 其實基本上我經常都說 沒有人都認識行路 沒有人都認識跑步 沒有人都認識說話 怎樣將你變成大演說家 怎樣將你變成一個好的跑手 這個就是要經過有效系統的訓練 每個人都認識行路 每個人都認識很多 基本的技術 但你能否將這些東西變成極致 那就要求NLP 剛才有個話題很有趣 講到NLP和催眠 接著問題更有趣 有幾年 一躍干年前 有一輪很流行 讀深信 即是FBI教你讀深信 有人問 NLP和讀深信有甚麼關係 那些讀者真的很眼淚 竟然可以看到這個項目 其實早幾年 不是早幾年 是十幾年 我已經見的 FBI讀深信 這本書不斷長銷 其實他只是講NLP 裡面就是NLP的東西 他亦都 講是參考了NLP的框架 譬如NLP入面我們會講很多 叫做 I Accessing Crew 即是你的眼球的轉動 左上代表甚麼視覺回憶 視覺創造 中間又代表甚麼 右下代表一些觸覺回憶 觸覺創造 很多這些 說法 但真的 我們在課堂上 都捉一些實驗品去試 是否他講 說謊的時候 是在回憶 創造 但發現 每個人 眼球 姿勢都很不同 有些可以扮出來 寒戰 我們有看這套戲 有一句對白很正 就是 無論你掩飾得有多好 都不夠事實勢利 你可以扮的 其實有些位置 視覺回憶 視覺創造 你的眼睛怎麼動 你可以扮 但你一定會有些蛛絲馬跡 去看出來 而FBI讀心術就是 說類似這些 就算你表現出很有自信 但原來你手震 你腳震 其實我們NLP 就是看這些 至於你是不是說 去到讀心術那麼厲害 其實這個又是NLP 又是語言禮術 你一個學NLP很厲害的人 他應該 他看到這些東西 但他是不是真的去到讀心術 這就是一個問號 但是真是厲害 就是學NLP厲害的人 其實簡單來說 他懂得 觀人於眉 懂得 看眉頭眼睛 因為譬如說學生一點 去解釋FBI讀心術 其實 在家庭治療裏 我們講很多 Coping stance 就是每一個人 他在這個社會 都有 不同的 應對方式 譬如有些人 是指責型 我不管 我見到任何人 我都會罵 這是指責型的 一個 Coping stance 就是應對方式 有些人不是 長時間都是 討好型 無論在任何場合下 我都會討好人 或者有些叫Leveling 很平衡 他不會得失任何一個人 亦都不會 完全討好人 其實NLP就是這些 觀人於眉 或者是 你怎樣去了解 不同人的Coping stance 這些就是 家庭治療 去探索的東西 我們不會說 家庭治療 學識家庭治療 就等於 學識讀心術 所以這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NLP的 取巧 斷章取義 我可以這樣說 所以NLP 不等於 學識讀心術 你對這個 這個問題有甚麼想法 或者我先回覆一下 剛才那個問題 好啊 就是說 是不是讀NLP的人 就等於 學讀心術呢 就是這樣 或者我 我回覆一下 這件事 其實可以告訴你 其實讀NLP的人 是很懂得讀心術 我只可以這樣告訴你 但是你說是否相等 又不相等 就是白馬又是馬 黑馬又是馬 白馬不等於黑馬 哈哈 其實所以你是NLP的人 讀了NLP的人 他能夠read對方的mind 是很strong的 是很strong的 為甚麼呢 因為你讀完NLP的時候 你是懂得去 interpret對方的 說話 語言 那個語言 說話 語境 那個語氣 那個表情 那個body language 各樣東西 你是很有效 很細緻 很快速地 整合了它 就好像有時候 我是催眠治療師 我見過一些客人的時候 他通常會跟我說很多東西 其實他不停地跟我說話的時候 我不停地聽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讀心的 我就是憑著他的說話 語言 他的肢體 我讀心 我不停地聽 聽著他想跟我說甚麼 然後通常我跟著的口頭線 他講完了 然後我會問他 還有沒有東西想跟我說 然後我沒有了 然後我就說 現在呢 我告訴你 我嘗試去理信 你剛才說的話 然後再整合 告訴你 其實 你是想怎樣 其實這就是一個讀心的過程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NLP的人很厲害 NLP的人 讀心上一定很厲害 但又不等於 我再總結一下 總結再總結 即是說 NLP很喜歡用別人的東西 去說回他 因為他才會有共鳴感 他才會覺得 你正在說我的東西 其實就是甚麼呢 孔子不等於 萬子 亦都不等於 豬子 即是用回他的語言 蘋果汁 亦都不等於一個 真實的水果 我想他會明白我說甚麼 可能其他讀者不明白 但我想他會明白我說甚麼 其實就在說 NLP和讀心術的關係 最後還有一條問題 很實際 好像香港人會關心的問題 就是 讀完NLP有甚麼可以做 我想他的意思應該是 有甚麼工種 有甚麼出路 其實NLP當然是 應用在各行各業中 我的本職就是社工 這個很正 我們簡單來說就是 靠口吻成 其實這件事 NLP對我的影響很大 我由一個完全不說話的人 當我學會了這些 語言技巧 我就可以善用在我的 人際溝通 所以我們有一本書 是專講人際溝通 我不是做商業 但是 NLP和商業是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所以 未有一本叫 迫丟秘技 就是應用在商業入面 簡單來說就是 各行各業的人 都要認識NLP 保險都要銷售 或者是銷售行業一定要銷售 或者對人的工作 醫生 護士 律師 語言治療師 各個人都需要 甚至乎 你每一天就溝通 你和家人的溝通 你不會所有的人 即是我們最常見的人 不會每次都去 我要去見心理學家 我要去見社工 其實最直接 就是 身邊的人 會和你去傾訴 學會了NLP 就是 你最能夠 我們先不要那麼公理 我們不要說 可以做些什麼 最能夠的 就是幫到身邊的人 那麼 NLP有什麼功用呢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看 NLP其實有很多出路 例如我現在告訴大家 就是我自己的經驗來說 其實你究竟 你現在在做什麼 哪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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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 只要你學了 NLP 你就可以將那樣東西 提升了它 完全提升它 我可以講一點經驗給大家聽 我覺得 這個世界 其實每一個人 都是一個銷售員 每一個銷售員 那又怎樣說呢 跟著他說 我記得這陣子都有點寒 蘇士呢 其實真的比較寒涼 不是的 我覺得你現在應該要吃點牛扒 牛扒比較靜氣 我想你這樣吃完之後 你會舒服一點 啊 這麼巧呢 那邊又有個八字 不如我請他吃 一起去吃 這是不是一個銷售員的過程 那你就要運用到你的NLP 是不是 就是我又記得有一個 因為我自己本身 都是做 電腦 其實在你的工作上 你在一個合作上 其實你不停都是在銷售你的 你何來不是一個銷售員 是不是 再反過來講 最後有一個經驗就是 我曾經認識一個朋友 跟著他就找我吃飯 跟著他是做一些投資公司的 他原本就叫我幫 就是叫我投資 是不是 結果給我反銷售 他就聘請了我做 做護民 跟著呢 他還要給我薪薪 所以是你 如果能夠很有效地運用NLP 其實你是無往而不利 我覺得 簡單來說 一句總結 就是每一個人都要學NLP 心理學和語言學等理論的學問 被供應為一種有效而快捷的個人改進技巧 可以說是大腦的操作手冊 由文心和局目指編寫的NLP 神經語言程式學實務 人際溝通 這本書為你拆解人際溝通和思考行為的傲比 這本書詳盡否釋 NLP各項基礎理論和實用技巧 由感知語言到行為模式 幫助讀者掌握影響他人和自我溝通的要決 無論在工作和生活中 提高人際能力都非常重要 本書以顯淺通俗的方式 由案例入手 提出NLP運用在日常的方法 令讀者在社交和領導才能方面 都可以獲得顯著提升 NLP 神經語言程式學實務 人際溝通 將於2023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起 在香港各大書店有售 你也可以在不求人工作室網站 seekerpublication.com網求